大家好,我是杨 有一个藏在我们身边威胁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 尤其还藏匿于中老年退休人群里 年轻人群也越来越多 它就是脑工学不足 如果你经常感到头晕、头痛、肌力减退 就要警惕是不是脑工学不足了 我们的大脑全靠血液供应提供养分 每100克大脑组织 每分钟至少需要40-60毫升的动脉血 所以当大脑动脉供血量少于正常需求时 就会出现头痛、头晕 事物模糊、睡眠障碍等情况 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 存在慢性脑工学不足的情况 大概有80% 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 有这种情况的大约占三分之二 如果总想睡觉 整天混混沉沉的 也有些人表现为失眠、孤僻、沉默寡言 这些都与脑工学不足有关 今天就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 每天100下如同全身经络 改善脑工学不足 这就是空抓手 顾名思义 就是不用气息 空手抓 任何人都可以练习 简单的可以说一看就能会 将两手的五指张开 张到最大程度 然后紧紧地握拳 坚持一秒钟 打开 握拳 打开 握拳 这样两手在空中 反复地抓捏 在我们手掌的经络上 雾满了许多敏感的穴位点 这些穴位受到适度的刺激 也会将信息传递给大脑 由大脑再反映到身体的各个器官 不仅能锻炼大脑 改善我们身体的末梢循环 促进我们上半身的血循环 从而为大脑输送更多的营养物质和养分 大脑是人体最耗养的器官 而我们每天摄入的80%的氧气 都供给了大脑 人在睡着的时候 由于心率减慢 需要更多的氧气输送给大脑 最长时间熬夜 可能会导致脑工学不足 所以在生活中 一定要把这种情况重视起来 如果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除了上述的锻炼以外 也可以选择其他的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平时还要注意不要经常低头 保持乐观的心态 不要熬夜 好了 这期视频已经分享到这儿 有请我是评论朋友 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杨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